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太野 青穷人者玩具商已经上一架商城了 相信大家匹配的时候一定遇到了不少 那怎么能少来我呢 不过嘛 咱的玩具商可不一样 要问哪里不一样嘛 当然是人格啦 狂观者可谓是非常非常冷门的天赋了 但考虑到玩具商的支援特性 以及开局只要放好弹射板车 监管大概率换抓这一点 但也是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思路呢 大概就是全场支援 前提条件嘛 就是阵容一定要能打架 但是旁观者和三层医者摸人的速度 那自然不用多说 这里灭熙追究了祭司 那就争取了不满状态的时间 不到20秒 完全不摸好 牛仔的鞭子又没了 丝毫不慌 凭借着摸箱子加速的buff 为牛仔摸到了一个怀表 一个护肘 一马就压好了 稳稳地扛一刀救人 接下来 这样没有大心脏的咱俩 拖住聂熙吧 聂熙起跳落地 牛仔被打倒 咱去下个板子多一下时间 虽然没有砸头 大意再大意了 不过不慌 哎 你这底牌是这个意思呀 我有天不是吧 门被医伤点开了 牛仔趁着聂熙不注意 也将咱偷了下来 这就到了咱表演的时刻了 放个弹射板车 准备起飞喽 但有一说一啊 板驴上放置完成后的后摇时间 是不是有些长了呢 每次先是基斯 跟直下铲舍出门 溜了溜了 哎 你咋还放下了呢 我自好不慌 走了 哎 为什么我被砍住了呀 不是吧 牛仔再次偷人 基斯也挣扎了下来 哎 天丑哥哥 你不是吧 别这样呀 快走快走快走 基斯走位躲到落地 可是牛仔没有够 能靠基斯自己了 让大家觉得 板驴上到底强不强呢 在城市里面 咱俩带吧